您是打算明年 就是只是在想像中的是不是 所以農業接觸也有一陣子 但是我在想如果要拜師的話 應該要找聽說大哥 會覺得比較 我覺得這邊的這個社群 就是運作得很好很自然 然後就像大哥說的就是 各有不同的領域專長 我覺得蠻和諧的 所以我覺得或許有機會可以來這邊 但是你自己的在 就原本的生活重心是什麼 我在花蓮做有機栽培 那已經是物農了嗎 不算啦 我現在有栽培 但是我現在有在別的農場幫別人做 幫忙這樣子也是學 可是為什麼會認識青松大哥 現在開始做節目 我不好意思 做節目嗎 不好意思 剛剛想說你們如果沒有繼續主動聊 我就隨便問問啊 因為你有媒體啊 對有這個啊 有工具啊 這個很嚇人啊 我可以關掉啊 沒有沒有沒有 我念傳播的時候這個 是習慣 沒有我是 主播聯盟 之前有參與一點點 然後剛好青松大哥有去開會 然後就認識 這樣 花蓮 在花蓮認識 聽楊大哥楊文泉說 新農越來越多了嗎 他那邊很多人啊 對 那你講他那邊是 兩百甲 因為兩百甲跟我們在這邊 只是一種 它有點像是什麼 打算說大家都是回歸農村 嗯 有些人會從這裡開車進來 有些人會從這邊走鐵梗進來 有些人會從後面走過那個菜園進來 都會進來啊 對啊 嗯 如果開車你不可能從這邊 進不來 那你如果是走路 你可能就會從這裡 那如果你帶著狗啊 或什麼 而且他可能喜歡轉這裡 它就是一個方向而已 其實 楊白甲本來 是走股東之六部這條路 嗯 因為楊文泉大哥本來是股東啊 對啊 他是從這裡獨立出去的 因為這裡對他來說 已經不適用了嘛 以前他就是 訂股份 參與 有些時候他自己需要做論文 就下鐵幫忙拿出頭 問題是那個時候 他就適合這樣啊 不能夠獨立操作 等到他有一天覺得 跟著輕鬆做甜 已經 不夠滋味的時候 勢必要獨立啊 我不可能因為他去弄一個楊白甲 他本來一直希望我這樣 我死都不肯啊 我幹嘛 我不是吃飽撐著嗎 想搞了自己搞啊 他就搞了 那很好啊 是啊 可是你做的事也不 也跟楊白甲沒什麼差別啊 你看有 有人有興趣 差別很大啊 對嗎 差別很大啊 差別很大啊 差別很大的是 楊白甲基本上是先找甜 再因為甜的面積去找人 所以他扣張很快 我是在家裡熟著我在甜 等人 那有好的人 好那我們來找甜 完全顛倒耶 邏輯不同耶 對啊 你是先有些想法 來錄音 有些人在路上就開始錄啦 錄錄錄錄回去 有青蛙有鳥 啊不然這是減生態好了 是啊 完全兩種方法 是啊 但是 是不是都在做爭議的節目 是 那只是只是一個偏好而已吧 對啊 而且 有些人搞不好 欸 楊白甲坐一坐 他當楊白甲已經 其實楊白甲只管第一年農夫了 你不知道 嗯 只管第二年 對 他他就是剛開始 因為 他一次那麼多人 他說的很明白啊 就是 這個學校這只有一年制啊 第二年 如果你有辦法就獨立 因為後面還很多人要進來 手上田就是這些啊 嗯 你要讓人家練兵 你新兵總是要下部隊 後面才 你學校總要畢業 不然人家怎麼進來 走的意思是 田就收回來啦 欸 如果你有辦法獨立找到田的話 基本上就收回來 因為這樣才會擴張嘛 嗯 那 如果楊文泉不獨立出去的話 國中俱樂部 永遠就是這五甲地 那 這完全沒有 沒有所謂農村 或者新農村運動的意義吧 哎呀 而且 現在新的農夫都是為了自由來的 不是為了當兵來的 是來這裡找找自由的 哎呀 都市已經夠不自由了 三十年前我爸爸去都市 他是為了找尋他的自由 農村非常不自由 三十年河東 三十年河西 現在是都市沒有自由 都市自由的成本很貴 現在是鄉下 鄉下 有自由 所以這些年輕人才會來鄉下 嗯 那你 可是你在鄉下要找自由 那你還有 很多種不同的方法 你不可能畫一個框框 你就這樣 我不是當兵一輩子 我在這裡幹嘛 對啊 那所以 最主要的是 就是 要不要走這條路這樣 就是一個 決定 決心 然後執行 大概就是這樣 但是 進來之後還是有很多方法 像人家有開二手書店 人家有開背包客棧 人家有開小貓食堂 人家也有像這種在錄音 應該不會種田 哈哈 又中槍 哈哈 那 某種程度證明說 他的經濟性是 可行的啦 如果說你又是單身的話 又可能更容易一點 因為鄉下其實租房子 就是 十一住行相對簡單 目前來這裡來說 可能都算還算還好 那 只是說你如果這樣子過來 有沒有什麼目標 就是說初期 要 比如說剛開始 面積 因為你如果面積小 勢必不能為生 你一定要利用收入 或者要有積蓄 那你才能夠撐過第一年 對 這算是一個簡單的那個 一個 一個checkpoint 那 還有就是 接下來 可能的打算 會是 慢慢把面積放大 因為200甲 人家有分啊 還有分 甲組 跟分組 還有梨組 十梨就是一分 十分就是一甲 梨組 梨就是 這個大概梨組 就這麼小 一分 隔壁那個大概就一分 一分地左右 那甲組就 看過去一片的 那如果說你 變成甲組 就是 勢必就是 要依靠重 稻子為生 因為你一公頃的稻米 如果你能夠有一定的 都在我們這邊的 行情這樣子的話 其實多多少少 一個月 我想 剛開始可能吃力一點 後來 大概萬把塊以上 都沒什麼問題 那你如果量甲 可能就兩萬塊 三萬塊 那看你怎麼銷售 如果都有一些 設備投資 可能你要吃力一點 你要長期一點 但是 客戶會穩定一點 但是你如果 有多少 賣多少 那成本會更低 因為你沒有後期 綿綿的設備 就是 等於收成 最短時間之內 都沒有庫存風險壓力 然後就把它賣掉 但是你後面的客人 就會跑走 然後可能會另外去 就是他有一些點 已經有一點 模式跟公式 那這個東西 可能你就要想想看 你可能 這將來會是哪一種 這樣 像鮮食的 好像我聽曉得說 你也是中鮮食 我都是鮮食 對 他也是 像鮮食的產量 一分 他是中三分 對 明年會大一點 他說他中到八分 有啊 我已經把它找到八分 對 那 這有兩個 一個是說 如果是機械化生產的話 他 叫一次 差一樣 或是什麼 會有一些費用嗎 都是費用差不多 如果一甲跟五分 可能差不多 但是一甲的收成的量 可能就 就是五分 那其實不會 他們現在這種 工資 他們是算貼嗎 按照面積算的 照面積算 對 所以跟你的面積 完全成比例 我以為是像那個 叫農工是算一切 沒問題 對 機器就是算面積的 哦 那就 等比例 哦 那就是 還會有什麼樣的成本 是 這樣變動的嗎 其實 大概就是 如果剛開始 你的面積不大的話 其實很多部分 我覺得成本都不高 因為 你自己下去 認真做 就做完了 對 是啊 你擦秤可以不要請擦秤機啊 我認真一點 我弄個兩天 我做完了 補秤我自己來 抓副壽樓 弄弄副壽樓 我自己來 除草我自己來 你如果是一兩分地 如果沒有其他的 真的很多的工作 其實真的很 老實說 很單純嘛 但好壞田地 當然有點差啦 就是有的比較累 有的比較輕鬆這樣 但是只要是 一兩分地的事情 基本上 你們都不需要害怕 但是還是有一些必須機器啦 像整地啦 這種 像因為楊大哥 楊文泉他已經有 開始在開 硬影機 你如果這裡找不到人脈 你找他 他買了硬影機 沒有 他去靠行 人家出機器 他就去當作司機 然後就幫他整地 等於他變成人家的司機 才本的啦 他去開 機器 老闆拿多少 我出工匙 工匙我拿多少 對 所以這樣子的話 就變成是 你就 不用擔心 沒有人脈的問題 嗯 你就 以前我們剛開始回來 我們還要思考 沒有人脈 找不到人 人家在這邊幫我們 要請他介紹 現在不用啦 連割稻機 現中也有割稻機啊 基礎好壞機 為事情他能割到啊 對 這個 是啊 這個等於是說 慢慢這一些 原來的機能都 被 被新的農夫開始 替代 那你就變成是 更不需要擔心那種問題 我們來搞不好還要到處去找人 拜託啦 然後不一定能夠到啦 然後等等 看人臉色 要排隊 真的不用啦 他們自己 自己都有機器啊 你找這些認識的人 你等於是 起步條件比我還好啊 那像如果是 以小樓 這樣中三分 的產量來說 一些時候會 會 多少 其實 要看你的田地在哪裡 如果在深溝這邊 某種程度 就會 好一點 那如果 跑到內層那邊 一般來說就會差一點 那是 自然條件的問題 因為我們這邊 本來就比較 水 跟土壤 都比較肥沃 然後水比較方便 內層那邊 相對它靠近山 風景很漂亮 半活動絕佳 但是它 日照時間 比較短暫 而且經常下雨 因為山邊的卡紋嘛 它會先 基本上 日照就比較低一點 大概 它可能會跟我們擦個 我在擦可能擦個 一層兩層 都會有 那我們這邊又跟冠型 差一兩層 大概差到兩層 就有了 但是 也還不錯啊 一分地擦個 六 一分地擦個 六百斤的稻米 都還有啊 那你一甲地擦個 六千台斤 那你 一斤賣個 不管是六十七十八十 很容易算啊 一分地六百斤的 骨子 稻米 白米 擰完的 白米或者操米不一定 不知道你要擰什麼米 就已經擰完的 就有六百斤 對 以我的產量來估算 應該是要有 那即使沒有 應該也有五百 每一年就有一點落差 八十塊 八十塊 然後六百斤啊 我是一台斤就八十塊 四萬八嗎 對啊 一分地四萬八 你從裡面去 開始扣錢 因為八十塊包含 宅配箱子 冰箱冷藏 然後 叫來茶洋的工錢 然後 養苗錢 給藥錢 就是這些錢這樣子 它不當當扣掉 最起碼 你自己的工錢 看你怎麼算啊 不管啊 最起碼還剩一半 對啊 因為你運氣越小 剩越多 因為大部分都是你自己吃掉 如果你自己的公司吸收掉 如果你變大 對不起 這個錢都要發給人家 就是差別就是這樣而已 那你一分地 花的時間不多啦 一分地基本上 假日農夫都還綽綽有餘 像一分兩分那種 插量機願意去插嗎 你如果認識他就會來啊 所以就像剛剛說的就是 那不然你就是要跟人家 要跟人家 對啊 如果你停在小六旁邊 就叫他順便 如果在兩百載旁邊 就叫兩百載順便 因為你那麼小 勢必就是要靠航 不然就是你自己認真一點 自己插 也不是太久啦 三天總是好了 也不是太久 那如果偏三個朋友來 就一天好啦 對啊 就看你的做法啦 就看你自己的做法 老朋友來以後就沒有朋友 找到嘛 可能要一直 那個擦很難啊 我有擦過一次 自己覺得是直的啊 最後擦完是不是 可是沒有關係啊 因為對他來說 直不直 水到沒有感覺啊 最主要是密度的問題 可是在收的時候 也沒有關係 也沒有關係 都沒有關係 你覺得不要擔心 因為 甚至有一些就是 直接撒種它也能長 對 用撒種子這樣它也能長 但是那有雜草的問題 所以我們才用這種 擦陽的辦法 還有野營水鳥的問題 所以 其實這方法有很多種 你絕對不用擔心經濟上的問題 你只要考量你的 決定 是不是 正確 你是不是 決定要這麼做啦 YES或者NO 然後 決心 夠不夠 會不會 到一半就決定 回頭 這是決心嘛 因為你 楊苗插下去就是小孩生出來 你總是要把它 讓它 弄到大學畢業走嘛 對 你不能到一半說 啊這個齁 老爸沒有辦法 這個就比較麻煩 因為 田跟小孩一樣都是活的 它只是比較快 但是 再快也有半年 那你總不能說 弄一半我就 因為 不想要 這不行 你一定要到它 完畢 再交給下一手 那 你做了一個決定 然後 有一個決心 接下來 就是 最後還是要賣掉啦 賣我想你大概不是問題 因為你能賣菜嘛 所以 以它現在我們在這邊 把它 打造的行情 然後 還有這邊 基本的一些 周邊的人力人手 跟一些簡單的know how 真的不用太擔心 它沒有很多的麻煩 你的稻谷 是 有地方 冰嗎 是農會嗎 還是哪裡 如果你的稻谷 根本不多 你幹嘛冰 我是要 一整年要銷售 所以我有一個冰箱 因為我 就是跟我的消費者 達成這種協議 如果你 預約訂購這邊的稻米 你一整年就靠我啦 反正我今年出完 明年我會再繼續種 那你如果今年吃的 絕對不錯 價錢 品質都OK 你可以繼續 我就比較不需要讓你 吃到一半說 啊 白信中好像沒有米 欸我要去找誰 那 所以冰箱是為了要拉長供應器 這是故意的 但是農夫來說其實不利 真的 所以我有一些東西放在那邊 然後 可以變成錢 我們還沒有變成錢 他萬一壞掉就是我的事情 雖然我已經預約收款 可是壓力在我身上 可是我要 keep這個關係 所以我不得不這樣做 嗯 那 欸 如果你 換個角度來說的話 如果收成之後 最好當天就賣完 欸 我後半年就自由啦 手上都是錢啊 而且可以去做別的事情 可是我不行啊 我每個月就在這邊 年米 送米 弄東西 分贓包裝 打電話 跟自己互動 因為我的工作很重要的一個目的 是後面我要跟這些人講 嗯 就 你會去找 其實合作社就是吸引這種人嘛 蠻囉嗦的人 賣菜就賣菜 賣米又賣米又囉嗦幹嘛 吃東西那麼麻煩喔 沒事啊 可是你如果沒有話要講 他就會覺得這種做法很麻煩 可是我們是有話要說的農民 我們就故意這樣做 嗯 至少苦吃 可是消費者跑不了 每天都跟念經 啊啊啊啊 又送東西來 又卡片又來了 然後E-mail又寄到了 最好我還 我是沒有手機 不然我連簡訊都是被不來發 讓你吃吃一頓飯 就好像有一個繩子綁著這樣 拿起來要吃 欸今年的米 有一點問題 再注意一下 喔這個 現在米外面有什麼問題 哇天啊 很累耶 可是你不這樣搞 他怎麼會想說 當事一茶一飯得來不易 你就是在玩這個遊戲啊 對啊 啊但是 他這麼麻煩還願意忍受你 是因為你的米真的好吃 欸 因為好吃一旦習慣就很難改 安全性還有取代喔 嗯 如果好吃就比較難改 那所以基本上我們 我這樣子的農夫 股東農夫玩的是這樣的遊戲 但是兩百甲其實 沒有那麼多人做這種事情 大部分呢還是 就半農嘛 半農跟全農的狀況不太一樣 所以你也不一定要走這條路 那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是這樣子做才要冰箱啊 嗯 啊如果你根本沒有那麼多米 你怎麼你冰箱有何意義 對啊 但是如果你將來會變成這樣 冰箱也是現成啊 楊溫泉大哥他已經做好了 他收錢 算錢 冰衣包多少錢 是 連這個服務業都出現了 所以你不用擔心 他冰衣包也可以 十包也可以 一百包也可以 他有個冰箱本杯 他算包的 而且算刺的 算計刺停車 你冰衣箱拿出來 一經一出就是 對對對就是錢了 所以他就是 但是他這個是很合理的 就是說 你要長期供貨才這樣冰嘛 對 你如果是 前三個月就要出完 根本就不要 前三個月 先到的稻米 稻穀品質 不是沒有什麼變化 因為氣溫一直下降 所以 他這樣提供這個服務 其實我們也都有一些talk 所以他才知道 他就知道說 啊他用這種方式 他不會連烘肝都有 他沒有做烘肝 因為人家不願意讓他設備 那這邊是 烘肝其實我們 我們都跑到大湖那邊去 但是 如果你自己的倒股的話 數量太少也不需要 真的就是日曬 日曬 日曬有辦法嗎 可以啊 怎麼不行 我有日曬啊 我有黑糯米 都是日曬啊 我手工插秧米也是日曬 因為數量很少 我沒有辦法 你太少 機器就不會把你 不會把你轟啊 第一個是他沒有辦法 轟出品質 你不可能 一個果汁機 這麼這麼大一個 你就打這樣一點點東西 你的半鍋這樣 你就煮這樣 他烘製要有多少 就起碼 五六分地以上吧 五六分地的 大概 他一次進去就是五六分地的骨子 這麼多 最少 最少 不然你會不划算 他甚至可以塞進一甲地 那有大少的 對對對對 一次一次 很大量喔 現在 稻米生產是一個大量 大量生產 大量消化的遊戲 所以少 你就不用考慮機械的問題 多才開始想機器在哪裡 然後這個東西 玩到現在你這邊來 該遇過的問題大家都遇過 然後 該出現的服務也都出現 所以其實 回到原點就是兩件事情 為什麼你做這個決定 那你有沒有決心要做下去 好嗎 謝謝 謝謝